这几天最疯狂的股票少不了大鲁格 因为他已经拉出了五根涨停板了 就是因为他们今年股东会纪念品是价值2800元的抵用券 一个礼拜竟然有超过万人疯抢来当股东 奋力一直累求郑重红星 就如同大鲁格集团股价 近期也是满贯全雷达 22号跳空开高再次攻顶 亮出红灯17.8元 这已经是连续拉出的第五根涨停板 五个交易日股价狂飙近60% 更狂的还有 截至上周五大鲁格的股东人数 更有5.8万人狂增到7.3万 而这当中激增的1.5万 甚至有1.3万人都是零股股东 万人疯抢当股东 全都是为了今年价值2800元的股东会纪念品而来 就算大鲁格2021年大亏1.5亿 每股净损2.05元 今年2月也只有小赚700万 依旧不减小股民热情 因为现在进场一股17.8元 对比股东会纪念品价值还是狂赚156倍 真的太诱人 它连涨停5天我没有买比较后悔 它这个优惠我觉得2800还不错 因为我们都会固定常来 所以应该会考虑去买 一股换2800的迪用券 搞不好应该会还蛮吸引人的 我应该会去买看看 股东会旺季即将来临 纪念品热潮再起 最新公布网通厂正文 今年要送360度吸盘手机支架 班卡厂立台发USB充电式手电筒 IC设计厂瑞玉联勇 给全家88元礼物卡 和超商商品卡50元 光顶送小麦环保杯 三庄行星星祭出 不锈钢环保餐具三件组 纪念品比较特殊的话 反而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考量到公司的获利之类的 吸引我的话 我会去买个十股 买个十股当存底 每年赚个纪念品 每年必定吸引大批排队人潮 最受欢迎的中钢纪念品 则有望在四月中旬开奖 毕竟对股民来说 现在台股行情波动大 实在不好做 领领纪念品也算另类小确幸 东森财经新闻 扣黄名叶子晶台北报导 24小时故事直播